好 柯文哲不是只有一個案子 第一 果菜市場 魚果市場 魚市場 果菜市場改建案 也被報作有爭議 簡素裴議員說柯文哲涉嫌土地中共50億 就是威京旗下的公司50億 那中共說這個不實指控要提告 這會變成進化成第二個戰場 要跟中共有關 然後中共說亂講 另外這個 到底跟政治鬥爭有沒有關係 所以也呼籲說檢方乾脆進行調查 相關案子 調查吧 另外民眾黨反擊 這是無限上綱 什麼50億 這個50億 那個50億 到底有多少50億 現在柯文哲有五大 新五大案子 第一個就是進化成 大家已經知道了 台志光 其實最近的鬧從台志光引起來的 然後北市科 因為先去講台志光 然後再去扯說 還有金華城 還有北市科 原來說有三案 又加上第一果菜市場 魚類市場 又加上南港捷運的BOT 說這個權力金過低 然後這說什麼又圖利中華工程 到底怎麼樣 我們看一下 我所揭露的所有的東西都是可受公平的 那中共要用提告的方式來讓議員閉嘴 我覺得大可不利 而且我也不會接受 簡書培一說到這是舊有氣 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 被指控在第一果魚市場中 與柯文哲有對價關係 中華工程強硬聲明 直指簡書培的指控 是魅於事實將提告 本公司不願成為政治鬥爭祭品 我質疑的是柯文哲圖利 這個中公會跳起來說要對我提告 是不是因為柯文哲被吳寶請回之後 發現了簡書培講的這一件事情 也刺痛到他的痛點了 所以他發揮了實質影響力 而中公就告我了 就在柯文哲的金華城案還沒燒完之際 另一大弊案果魚市場 柯任內被指控圖利 不只綠營 藍營議員也猛批 中華工程其實也不用急啦 因為到時候檢調單位也會去約談中華工程 那中華工程也應該好好解釋一下 請問一下你們曾經有做過 被檢的樓層又蓋回去的案子嗎 調過資料台北市20年來 從來沒有一件 早在今年5月 北市議員就以組隊到北檢提告 柯文哲圖利 中華工程聲明 北市府在108年7月9月公開招標都流標 第三次11月載民預算125億 公司在物料起漲的環境下 還是投入重要地方建設 希望回饋地方 不過當次仍然流標 直到第四次才得標 我們台北市政府追加了50億 那你說你現在的成本是38億 所以就有12億元這樣的價差 也就是你們獲利的部分 如果你覺得說你很辛苦不好賺的話 為什麼不是開放給其他人來接手 是不是柯文哲給的一點傻壁鼠 柯主席在新華城案第一關挺得過去 不過後續還有好幾案 看來似乎沒有給柯文哲有喘息餘地 柯漢 這個案子了解嗎 魚果市場剛剛冒出來 檢書北才剛一講 就被中共告了 中華工程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當時沒有人要蓋 然後檢相發包 就是說他其實只蓋到六樓 那六樓以上還要有 因為他要有果菜又要有魚市場 然後還要有很多其他 那邊包含批發的一些設備 為什麼沒有人來包 因為那個金額就沒有人要標 所以他檢相發包就是我先蓋到六樓 這個是不可以的 對 現在問題在 我覺得我們現在新聞剛發生 每一個階段 就像我們討論金華城 也是慢慢把那些 給我拿出來給大家看 簡單講 議員認為說 你怎麼可以先讓他得標以後去蓋 然後之後 接下來換蔣萬元當市長了 那你不可能蓋到一半 變爛尾樓嗎 所以只好追加51再往上蓋 他的意思是這樣 這個觀眾朋友 因為剛開始金華城 好幾個議員在講的時候 也是這個廠商有說要 我是覺得 在可受公平的方案當中 大家也不要直接指控說 對方一定有問題 可是他就跟其他共診確實不一樣 他先蓋一半 那先蓋一半理由 當然也有說明 就是你全部整個蓋完了 那個標案太大 沒有人要來標 也沒有利潤等等 所以這些事情現在目前發生了 雨果還在後端 前面馬上會遇到的 金華城我們剛談 金華城只要能證明 柯文哲他真的沒有介入 其實我覺得是有可能過關的 我就舉個例子就好了 2004年的9月1號的時候 有一個大巨蛋的會議 當中李樹德當時有被錄音 錄到一句話就是 福里高層認為乾脆這部分我們不提 講權力經 那是誰 誰是福里高層 後來李樹德在後續偵辦出庭的時候講說 我是講了這句話也被錄音了嗎 可是我說謊 我自己亂講的 跟滿久無關 所以到了2017年 10幾年 2004年的事情 到了2017年 現在2024還沒有定驗 他就被判了9年 求刑10年被判9年 滿久完全無事 所以同樣道理 柯文哲只要在金華城案 證明他完全沒有介入8004 我不是每天在講說 柯文哲要怎麼樣 我們就事論事就好 但你要說我身為市長這麼大案子 我根本不知道其他8004 這就表示你這個市長太混了 你至少要看一下報紙 有報紙都要講 第二個 金華城之後 馬上要來的 絕對不是雨果這個案子 一定就是政治獻金 因為北基站早就已經去 柯文哲的木殼二樓去 把六大巷子要帶回去了 所以金華城後面緊接的 應該就是政治獻金案 以及北市科 因為目前也在約談相關人 雨果市長是個新的案子出來 這後續當然要看證據說 為什麼檢像發包 讓他只蓋到一半 後面再追加 讓後面的市長必須要 他必須得把它蓋完 而且你還不能有其他廠商來包 因為他已經飆到了 就只能這家廠商追加預算 這個方式會不會有問題 後續我覺得用事實來說話 這為什麼現在公共工程 很多都流標 那你不預算編高一點不就好了 預算跟編很低 然後就是流標 流標 流標 然後就知道我們再追加預算 要不然就是好 勉強包掉 然後最後再跟著追加 很不好 我覺得是非常不好的 我也不知道是故意的還是 還是沒辦法 所以我只能編這麼一點預算 那麼留就留吧 留了以後幾次又我再來追加 還是故意追加你們這些廠商都不來 我只對準某些特定廠商 你來就好 我幫你追加預算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老是這邊流標 那邊流標 這個檢像 檢像投標 這個是很詭異的 他這個就是說投過勝就過 先蓋這個 但是沒蓋的地方 沒有那個地方 這個整棟大樓沒有功能 所以不得不追加 所以這個也是很取巧 不過我們要講 柯文哲所建設的案子 開始13大案變成5大案 現在變成7大案 我覺得這個其實 對媒體來講也好 對社會觀感也好 就是小案會稀釋掉大案 現在如果你節目整段時間 做到討論魚果市場 人家損台了 你就是要看金華城 要看金華城 這個金華城處理掉 那些當然也不是說不要處理 但是那個是已經余波蕩漾了 但是我同意金華城處理掉 我覺得真的毀掉這個柯文哲的人設 毀掉他的社會 變成社會死亡也好 政治死亡也好 就是那個選票的補助款 還有政治獻金的處理 這兩個讓柯文哲一路十幾年來 所培養的青年公開完全毀掉 所以但是這個跟這個 金華城的貪污案 在性質上那個貪污案是嚴重 但是這個毀掉他的人格 這個是不同程度 不同層次的嚴重 梁哥到底是哪個比較嚴重 我覺得都嚴重 乃家宇 其實我覺得柯文哲 當然是從政治獻金案 開始這個人設破功 因為一再的備用這種滾水球的方式 然後一再的把這些 包括現金買商棒 等等的這些問題披露出來 大家才會覺得說 再回到金華城身上 讓檢調覺得說 這整個過程被串在一起 陸陸續續的這些五大案 其實後面又直指兩大財團 包括中公跟星光 柯文哲跟星光之間的關係 也是密不可分 跟審慶金到桃珠影員去 接受慰酪唱歌這件事 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柯文哲過去說 財團拿刀叉吃人肉 甚至自己說應該要連政登陸 所有跟這些大老闆的往來 都必須要登記 只有自己是一個都沒有登記 可是卻事後都被發現說 原來跟這些大老闆之間 都有很密切的往來 這個就是柯文哲自己要去面對說 自己不管是公開透明或是正直誠信 這樣子的一個理念 一再的破功 然後違反自己的原則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才會讓人家覺得說 他的誠信已經破產了 信用已經破產了 所以到現在你可以發現說 這些五大案 其中的這個世北科的問題 是不是這個整個在投標的過程 量身打造 包括也有廠商跳出來說 當時也想投標 但是在種種原因之下 最後給了星光 包括我們的南港轉運站 整個的得標金額 大家也質疑過低 那這次的這個雨果市場也是一樣 中共得標之後 後來又追加了50億 也被議員質疑說 這整個過程裡面 就有一些思想受受的問題 所以這些相較於 柯文哲一開始上任的時候 直指好龍斌前政府的這些五大案 結果呢 講到最後自己聯政委員會調查到最後 無疾而終 甚至好龍斌都沒被約談 結果自己 柯文哲自己卻陷入五大弊案 然後甚至被約談 我覺得真的是會讓人家覺得說 不生唏噓 好吧 就是反正現在案子就是 所謂露偏逢連夜雨 覺得現在柯文哲 反正一個案子一個案子一個案子 其實這案子在台北市議會 都有紀錄了 所以到底怎麼樣 柯文哲自己講說 從來沒有一毛錢進我口袋 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事情就比較小了 再怎麼樣事情都比較小 現在就是查金流了 我認為法律上那個時候 還要講證據了 你不是證據你只能是預測 拆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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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罪行法定還是要有證據 可以了 你不會再安寫 我們在梁春 在梁春 最不舒服 放棄